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耀耀的抽6萬大獎 消防人員不斷安撫 卡在車底的騎士狀況 因為這畫面實在太驚悚 從轎車後方只看得到 騎士的腳露在外頭 騎士真的是整個人都卡進了車底 為了救他 警校人員還出動了器材車 利用繩索吊背 將轎車後輪整個吊起來 好不容易才將受困的騎士 順利救出送醫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9號晚間 將近11點 陳信的小黃問獎 開車行進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時 突然間一輛機車 從後方高速行駛而來 碰得一聲 直接撞上了計程車 右前方的保險桿 而騎士則是連人帶車 倒地滑行 最後撞上 臨停在路旁的轎車 由於撞擊力都太大了 男騎士直接滑進了轎車車底 把問獎跟轎車車主都嚇壞了 現在在那邊 後開內 沒有下車去做捷運 還沒有下車 你就弄過來了 他弄過來說 他能下去 車子在後面 他沒有辦法出來 幸好騎士被救出時 只有下巴擦傷 左手骨折 沒有大礙 但無辜被撞的問獎 加上被嚇壞的車主 都已經留下了騎士資料 要跟他要求賠償 只不過這起車禍 究竟怎麼發生 還有待交通車禍處理小組 調查釐清 記者高原台張行 高雄報道